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时隔一周RG勇者王的强力配件 黄金马格终于和朋友们见面了 这款模型和我王凯牙一同发售 作为一款独立产品登场 标价是4000日元 盒子比一般的RG都要厚 单独拿出来做一期 怎么能算是水质品呢 大家可以看到 虽然盒子挺厚 但是零件数量平线论并不多 作为一款RG产品 整个组装流程相比我王凯牙会显得非常短 而且在组合过程中 更多的感觉 基于变形考虑 黄金马格更加不像是一款RG 而最终个体的实际表现如何 和化身勇者王大锤之后 是不是能够震惊四座 大家多多点赞收藏分享支持 咱们今天一起来围观 黄大锤 当前就是拼弄完毕之后的完整样式了 外观方面比较显慕的全身橙色配色之外 比较瞩目的 应该就要数黄金马格背后背负的巨大锤头 模型是采取了大块的成型金色分件 既然都已经是大块了 自然也成为了水纹的重灾区 水纹和卡榫痕迹都非常明显 大锤金色分件部分并没有涉及隐藏水口 想喷金色的话 记得剪裁下来再处理 另外在车轮的轮毂和面罩部分 又使用银色的成型色分件 亮度虽然不怎么样 但是银色件有部分的隐藏水口设计 面罩部分的水纹痕迹同样非常明显 黄金马格和我王凯亚一样都没有采取丝刹分色处理 除了肢体部分的深灰色结构之外 其余部分主要就是橙色和红色胶梯为主 黄金马格前额的传感器部分采取了透明分件 内部有铝箔贴纸提亮 自己眼睛又采取一个粉色分件 不过想要更加醒目并且有黑眼眶的话 外层还是需要配合胶贴覆盖 胸口部分也有大块的透明蓝色分件 不过侧面面板的分色 则是采取了彩色贴片实现的 而另外贴片分色还应用在了大锤的传感器 以及膝盖这个位置 能看得出来分色表现并不突出 不过黄金马格的外甲上带有非常丰富的刻线 适当深线可以增加不少的外观细节 当然作为RG系谱 也是给出了不少的标志胶贴图案 适当粘贴一下也能丰富一下观感表现 但是也因为变形机构的加入 黄金马格也没有完整的内构细节 证明还好 在腿部就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中空感 整个体积不小 但是上手的分量却非常轻 当然也可能是基于搭甲的勇者王身上稳定性的考虑 而外观方面 黄金马格看起来方方正正的非常顿实 加上一些外部的车轮之类的元素 给我的感觉更像是G1时期的变形金刚 可以说即便是作为超级系 外观方面也是各有不同吧 比如说同位超级系 前不久不是给朋友们分享了一台CCS的岳父机 罗扇岩嘛 全钻释放的瞬间确实是帅爆了 制作视频的时候也找了一些素材资料 结果不知不觉一股脑又重温了一遍天元突破红莲罗盐 顿时超级系的热血之魂就又燃起来了 正好最近有一款天元突破的投名手游开启了预约 西蒙 大哥卡米娜 尼亚 当然也有洛夫罗杰诺姆 还有我最喜欢的幽子 熟悉的角色都有登场 而作为各种颜面虽然采取了Q版造型建模登场 但是也还原各种原版技能的名场面 作为超级系的神作之一 看多少次也不会厌倦 而这次作为玩家可以真正参与其中 体验与大红莲团的各位并肩作战的快感 预约送五星颜面 用你的钻头 突破天际吧 话说出来虽然以变形为主 但是咱们还是要来看一看可动结构的表现 在头部虽然没有脖子 但是目前看起来还算比较正常 因为变形设计关系 黄金马格的可动关节 是配置在了头部后方和大锤球形连接的 其实除了低头已经是没有空间之外 像是头部的左右摆动左右侧摆 这对基础动作还是可以实现的 当然是不能抬头 因为一抬头就伸手一触了 头顶传感器单元可以像护目镜一样扣在眼部 后面变形的时候会用到 而在胸口部分虽然造型方面采取了多段处理 不过在内部是收纳了巨型的拳头 所以整个躯干部分 除了下段连接的直装能够平转之外 是不具备任何其他可动的 在手臂连接躯干的部分采取了一个腹壳关节组 连接位置可以向前后稍作摆动 而顶部针对肩部设置了一个平抬关节 稍作肩部外拉腾出空间也能实现一些平举角度 不过幅度并过强 利用关节也能实现一点前后摆动 臂章开肩部的挡板也能实现手臂垂直旋转 而另外上臂顶端的水平旋转结构也能实现 手臂采取了三段式关节 曲流角度超过150 这个地方的表现算是不错了 而黄金马格仅仅是给出了一对握拳手型 前裙甲采取了球形关节连接 通过中间剪裁可以实现左右的分别可动 掀开之后能看到在内部并没有内衬处理 仅仅是给出了一些浮雕细节 侧裙甲采取了柱形卡榫 连接在后裙甲上 可以垂直方向掀起 不过单边固定要注意手力不要损坏 后裙甲则是固定结构 并不具备可动 跨部针对变形结构给出了一个后背关节 不过对于人形腿部的前踢帮助并不是很大 满打满酸100度左右 而利用这关节倒是可以实现大幅度的后踢 就是关节造型比较难看 侧踢因为内部关节的干涉也就是30度左右 再大会被顶住 在顶部可以实现水平旋转 大腿的修腿之间总计设置了三处可动关节 不过主要都是服务于变形机构的 虽然说全部展开以后 可以实现将近180度的弯折角度 但是关节造型是比较难看的 常规造型的话大概是90度左右 而脚掌单元内部并没有完整的结构线接 而是利用侧面外甲的锁扣机构 线接以后实现的侧摆接地 而另外这个锁扣的设计 也让人感觉并不是特别可靠 磨损多了有几率出现松动的可能 另外前脚掌利用侧面柱形卡榫连接 可以实现一点抬起和落下的幅度 在底部还设置了一个适配角度的可动挡板 而脚盖位置则是矩形卡榫固定在侧面 并不具备可动的结构 而后背方面因为有大锤的锤柄 来作为第三条腿支撑 站立倒是非常稳定了 可以看得出来 黄金马克大部分的关节 都是为后面变形而服务的 作为非卖点的人形状态 可动仅仅是能用的水平 而作为黄金马克是给出了两种变形形态 一种是坦克形态 我们首先拆除到背后的大锤 这个时候黄金马克真的是伸手移住了 然后拆除到造型手 利用手臂的内缩结构进行一定长度的收纳 在内部是配置了锁点 所以固定效果是非常好的 垂直方向旋转手臂 然后利用弯折的肩部关节 把小臂的孔洞 对齐到肩部挡板 没断的小卡榫上来固定 脚掌部分拆除到后脚跟 然后把前脚掌的小挡板扣到脚掌的背面 接着胯部关节全部展开 利用腿部下动关节弯折90度 并且把底部的黄色挡板 向内部来进行收纳 这个位置还带有一个滑槽 而膝盖部分利用底部关节 滑动到顶端填补空缺 整个大腿单元利用底部关节向上翻转 小腿部分的结构空挡 会对整个大腿到膝盖的结构来进行收纳 挑战完毕以后 整个大腿再次进行前摆 接着利用第一段膝盖关节向后弯折 脚掌部分会把大腿关节扣到里面收纳 最后两条腿的内侧带有两个固定位点 对齐之后 基本的变形动作就已经完成了 在这个底部 我们内缩膝盖后放挡板 之前拆下来的脚跟分件 衔接位置内缩 然后利用滑槽填补到腿部空缩来进行收纳 而大腿这边 我们需要让黄金马格的眼罩扣起来 下拉整个握柄 在内部是带有几处缩练结构的 会有明显的固定段落感 最底端是一个可以再度延伸的泡管 也拉拽出来 然后再把大腿装回原来的肩部位置固定 这坦克车的形态就变形完成了 腿部的变形动作比较多 装体看起来确实是一款彻头彻尾的变形玩具 与其说是坦克看起来更像是头饰车的造型 只不过手臂涉及到球关 以及腿部比较多的弯折关节 如果不全部精确的位置的话 六个轮子其实很难达成全部接地 这个时候就需要稍稍多一点耐心了 不过这几个轮子在滚动方面却是异常的顺畅 而另外一种形态就是配合我王凯牙的大锤造型了 接着到手臂位置的收纳环节 和之前的坦克形态都是完全一样的 这里我们直接省略从目前的状态开始 两个腿直接借着固定卡锁进行对接 接着黄金马格的背后 我们直接翻出收纳的巨拳 之前有朋友说勇者王那个手用的是霹雳成形手 其实这个才是 因为我们只用了右拳 所以还会剩一个左掌 腿部也是直接展开根部关节 不用特殊调整 直接向后方进行弯折 身后的小腿面有四个固定位点 我们需要一一对齐 整个过程因为时不时的小腿关节会改变位置 这几个位点想要全部对齐的话 需要仔细一点 到这黄金马格身体变成的巨拳就已经完成了 而大水方面 我们需要把握柄削拉到头 然后利用关节旋转拉出来压杆 变成握柄的一部分 在中间 炮管再次进行二次衔接 握柄的延长固定就已经完成了 而在吹套部分 左右各都有一个外拉机构 勇者王的大水也变形完成了 接着就是勇者王我玩凯亚登场了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这个时候已经是拼完二次勇者王了 我也收到了一些私信 说勇者王的腿部弯折联动 没法像我视频里面演示的那么流畅 今天咱们再详细的演示一遍 首先在战车空档全部展开完毕之后 在战车的底部 和凯亚的脚掌 是有一处辅助稳定位点 需要对齐以后才能保证腿部安插到位 然后在膝盖部分除了卡榫之外 四周还有一圈辅助的稳定凹槽 这个我们先对齐 不然下面固定完成之后 这个地方就不好装了 然后在小腿内面 我们上次视频里面有标注 这个和零件之间是有两处固定位点 只有在腿部长短 角度和安插位置全部到位之后才能扣实进去 这样的话 腿部才算是真正固定完毕了 腿部弯折的时候才能够实现顺畅联动 不会出现膝盖灰色分件脱扣的情况 弯折不畅的朋友也别用蛮力 先好好检查检查 看一看自己是不是没装到位 不过在回正的时候 还是有一定几率出现脱扣的情况 之前我说过 我这个膝盖固定件白痕已经比较明显了 尽量少用吧 而回到勇者王这边 我们直接拆除右笔 把拳头收纳回去 并且扣上外层的盖板 而目前的机翼想再翻出对接卡榫 并且连接拳头就比较困难了 空间非常小 还记得之前模型飞拳的连接件吗 这个时候可以利用之前的飞拳连接件 挂在了战机盖板刀槽上 不过会和后面的黄金马克拒拳产生更多干涉 不装也行吧 黄金马克拒拳 直接对应手臂接口安装就可以了 安装完毕之后的效果就是 肩部关节 根本是负担不起一个机器人的重量 直接就不举了 不仅肩部不行 勇者王的本体也变得极不稳定 这个时候就得借助支架的辅助了 在模型里面早早的就已经帮你买好了 先来说说黄金马格拒拳 安装完毕以后除了不举的重量之外 因为数大的尺寸会和本体之间产生比较多的结构干涉 前台平举旋转这类还好 但是像是手手关节 其实就比较难以发挥作用了 造型手采取了PG结构 指根整体的牢靠程度 相比我王凯牙那个小一点的稳定很多 调装起来也会显得舒心不少 而针对动画中 从车轮骨抽出的金色长钉 这款模型也有还原 首先抽出前的状态 我们需要替换轮骨分件 安装上已经浮现的长钉举步 来实现准备取出的状态 而另一个则是一个完整的长钉 这个钉子的大小 和家里面用的羊钉子是差不多的 勇者王的模型是按照螺丝刀和钉子的真实比例来做的 而针对动画中 黄金马格上面弹射出来的起电器 其实也是还原的 可能是感觉翻出来的样式 并没有达到动画中的效果 所以在说明书上并没有特意标注 而大锤的尺寸和重量 如果不配合上多个支架的话 也很难实现其他动态造型 但是勇者王配合上大锤 这份尺寸极端的夸张表现 就算是站着 我认为也挺霸戏了 而这段对方配合上勇者王的黄金马格的表现 如果单纯以勇者王的联动配件来说 我认为还是合格的 利用本身给出的结构设计 可以比较顺畅的变形成勇者王的手臂 虽然合体之后也基本上谈不上什么可动 但是视觉效果还是非常具有冲击力的 除此之外 也达成了坦克车的变形 体验还是可以的 想要我王凯亚实现极致状态 黄金马格也确实是不可或缺 不过本体部分的分色表现 细节处理明显比勇者王还低了一等 如果当成一款真正的RG考量的话 又显得并不搭标 加上4000日元的标价也不算便宜 应该有很多玩家体验过勇者王以后 就不再去考虑黄金马格了 如果是你的话 会怎么取舍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这么详细 不是水视频吧 大家喜欢视频的话 也不要忘记给视频点赞 收藏分享支持 我们下期 都见不散 拜拜